搭乘爱之船欣赏河岸风光 在浪漫的氛围中增进彼此感情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下海城隍庙合伴 爱情与你相约大稻城单身联姻活动 安排走访大稻城爱情产业链 以及到大稻城码头搭乘爱之船 参加活动还可以获得好运祝福礼 我们首先会去下海城隍庙拜拜 祈求月朗的祝福跟保佑 之后我们就去印花乐做首座 然后我们刚才走了大稻城 走读了一下大稻城的风情之后 现在我们要上爱之船 待会就让单身男女们在船上 好好的认识一下谈情说来一下 那我们大同区公所还为单身男女朋友 准备了这个爱情的小礼物 有我们的咖啧铁亚 还有我们的祝你好运 重点是我们4月8号才开幕的大稻城码头 我们准备了美食卷 让大家等一下下船之后 就相约到码头上去享用美食 然后还有我们侠海的爱情祝福的手蕴带 还有那个平安符 所以礼物非常的丰富 单身联营活动吸引了40位的未婚男女 报名参加 为了制造浪漫的粉红泡泡氛围 去公所更精心安排丰富邮城与活动 帮助参加者化解尴尬增进情感 因为可以跟一次跟很多人聊 所以可以一直脑力激荡 然后认识不同的人的个性 然后他兴趣这样子 城隍庙拜拜 然后就是讲解员讲解得很清楚 对觉得公所这一次就是办得非常的好 单身联营要他们自我介绍 表演才艺 吃饭都好尴尬 所以我们故意把这个单身联营 设计成一个游城 就算是呢 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也可以交朋友 素配成功者还有月老加持的素配礼 而一年内结婚者可再获得区长祝福红包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